明朝初恋讲完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讲明朝中业 明朝中业出现了另外一种话 对于这派 南方有一些人是不太满意的 他们觉得说 到最后他们终究成了一种职业话 他们觉得说 这好像不是我们真的讲话的东西 无门策划家团 无门就是江苏这一带 就是苏州这个地方 苏州这个地方出现了一批批的 这一批的互相参考 互相影响 以沈州文贞兵为首 文贞兵大家都知道吗 文贞兵是大书法家 他也是大法家 文贞兵很有意思 我们这次展场都没有文贞兵 有机会的话 我们可以稍微聊一下文贞兵 文贞兵对文贞兵非常感兴趣 因为文贞兵是一个奇特的人 他九岁才会说话 非常严重的发育痴患 九岁才会说话 可是他后来终身一杯 他不断的在写 他现在好不好的作品 他活到九十几岁 他的词还是写的一样好 我发现这个人真的非常了不起 就是书法真的把这个人都浸透了 这是标准的一个武书人 那这种气氛呢 在苏州啊 成为一个 从一种浓郁的人文气息 在这个地方弥漫 苏州这是一个奇怪的地方 我们想说上有天堂 下有苏 航州的媒体不用讲了 苏州州人有一种独特的人文气息 最特别就是园林 我们讲中国园林 都讲苏州园林 原因就是那个苏州 苏州人啊 他们用他们观看生活 品味生活的方式 他就打出了一片田地 庭院的距离把它写出来 就在庭院里 就展示出人应该怎么活 怎么活才能活到最精致 最精致的背道 我记得有一次在书院上课的时候 他那个 佑老师在讲 颐和园 颐和园当然不是苏州人 但颐和园把苏州的东西搬进去 他们其实是把南方的东西 搬进北方的庭院里面去 他对颐和园只有一个评价 没有意思 他说 什么叫天堂 他说人人住在这样的地方 什么天堂也不去 我就记得他讲这句 印象非常深 所以因为有这句 所以我每次去颐和园的时候 我就在想 就这样的一波千情 到底他比赛而树 为什么 他们会觉得说 这里比天堂还要好 那我觉得他的趣味 跟苏州的 他的园林的趣味 是有关系的 文正林 还有沈州 接下来还有唐伯虎 就是唐颖 唐颖 他好像 他是不是一年一月 也是神 刚好都是 巴默不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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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直都有 那个 一直都有个隐姿 所以那个影子 我们不讲 属牛虎 属牛虎 银子属虎嘛 所以他叫唐伯虎 那唐伯虎 大家都 家喻 家喻 不晓了 那另外一个 就是囚业 这四个人 被称为 吴门思家 或者 直接就被称为 名思家 比如称为名思家呢 这是 某个意义上来讲 也就代表着说 他们的成就 超越了 明朝初年的政派 所以 没有把戴金 他们放进来 那为什么可以这样 看待他们呢 当然是 他们的那种 人文静润了 那 文哲平跟 这个沈舟 都没有在展场里面 我们这一次 可以看得到的是 唐银 就是唐伯虎 是 唐伯虎 是